女主美丽前范努力认真诚实的Working Go 爆炸的半屏山造型结合男装概念的女套装 华丽摇滚皮衣宽厚的电筋 这是那个年代的时尚潮流 亲们不要被吓到了 女主是一个要上各种培训班努力向上不断充实自我的人 虽然她有个美丽的脸蛋 有双腿完年的美腿 有个聪明的大脑 更勤奋努力 但是现实总是残酷的 她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她想要的 在被她拉屁条的领导心动之后 又被调到了其他部门 并被警告这是最后一次 再不行直接滚蛋 这一次的领导是个女领导 领导暗示她好好跟我干 有你出人头地的一天 女主想我这匹千里马终于遇到伯乐了 于是开始给领导献祭 领导一听 哎呦不错哦 有前途 不过领导很快就在滑雪过程中 把腿摔折了 而女主在替领导处理各种事物的时候 发现自己竟然被骗了 她奶奶的 领导竟然打算窃取她的方案 为我所有 这下女主不乐意了 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她变成领导不在这段时间 自己实行自己的方案 想见办法联系各种人 其中包括最重要的一个 她领导的男友 当然女主并不知道 这个男人是领导的男友 这个男人看见女主 就被女主的美色迷住了 同样也被女主的实力说服了 连人在合作过程中 更是擦出了爱的火花 就在一切即将水到渠成的时候 临到回来了 她戳穿女主的身份 还谎称女主 窃取她的方案 女主眼看面临失业 而另一方面 因为女主之前 撞破相爱多年男友 和自己的好朋友 背着她干偷鸡摸狗的事 她在众多好友面前 没有答应男友的求婚 连人也就正式说白白了 在女主觉得 即将失去眼前自己 极力争取来的这一切时 事情出现了转机 她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戳穿了领导的谎言 她得到了本该属于她的一切 她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室 有了助手 还得到了爱情 坏哥想说 善恶终有报 努力付出就会有回报 现在还在职场摸爬滚打的亲人们 加油吧 本篇为美国知名导演 迈克·尼克尔斯作品 《上班女郎》是她知名的爱情喜剧 曾荣获奥斯卡 金球等大奖 也被AFL 分比列为百年百大爱情 极励之电影 关注微信 快看电影36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